朋友们快看,这上面有两位小姐姐在这里 疯狂的舞蹈 店铺里面好多工作人员 这后面还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住主观看 果然是风雨无辱在此聚集啊 还有很多人在这边做活动 在这边和他们玩游戏 这里是武汉的江汉路步行街 风雨无阻,刮风打雷下雨下雪 都阻挡不了这些人过来欣赏表演 这个表演可谓是非常的新奇和另类 这前面就是江汉路步行街的主街 能够看到很多人过来 真的是好热闹啊 好多人过来过去 然后这条步行街总长度1700多米 我现在准备去路口看一看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感觉跟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非常的相似啊 这里也是万国的建筑群 然后很多人呢都是站这里不动呢 然后往回看就是看刚刚那个建筑 这里还有好多的摄像头啊 然后还有这个摩迪师傅啊 在这里等待他的顾客 你看这边的房子是不是也很新奇啊 就是以前那种非常复古式风格的房子 我们在这里再看一下 这个上面写的是中国黄金 然后好像是武汉湖北这边的一个总店 然后我们站在这个台阶上面 看到下面的游客真的是络绎不绝啊 好多人在这里欣赏的这个舞蹈 恨不得上去直接给他们打赏 然后因为跳的确实非常的卖力啊 真的非常的新奇 另类 在以前别的地方根本看不到的 现在呢只剩那一个小姐姐在那里欢歌载舞啊 另类表演 而且这个小姐姐非常年轻 可以称她为妙的女子吧 年龄嘛比较年轻 然后表演比较新奇 就感觉是在现场蹦迪一样的 你看他们的穿着啊 就是上面 全是那种黄金 脖子上面挂的这一个至少是一万块钱一颗 十颗的话是十万 一起一套行头五十多万 如果是真的话呢 你说前面两头狮子是不是真的 这要是是真的话 网上肯定会不见 因为这里是没有那个把它关起来的啊 这是在户外的那个扶手上面 感觉好壮观好壮观啊 好好吸引人啊 你们的城市有这样的表演吗 我好像发现现在很多黄金店铺啊 都开的像那种宫店一样的 这个两个黄金店呢 天然的对比啊 明显的不同 你说这种黄金店里面的库存 不得两三个亿啊 这么大的工作人员 就这么多的工作人员和这么多的客流量 那每天销售出去的几千万应该有吧 你们觉得呢 你们到中国黄金买过吗 感觉里面的价格如何 是周六福便宜还是中国黄金便宜点 欢迎评论去留言 来这条街逛过吗 看到过这样的表演吗 据说还有很多网红啊 也纷纷过来和他们一起跳舞 在网上可谓是非常火爆的 今天呢就把它近距离的 长时间的拍摄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点个赞支持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